方君塔积怨已久 多少修士不该死的却死在这里 天上无心个个脱不了干系 如今无心的乾坤带已经在左清汉的手里 而黄童的还没拿出来 所以必须让他吐出来 瞳孔微微一收 眼睛里射出两道细血的光芒 陆尘说道 怎么不舍得 还是我让汉儿亲自去娶 亲自来娶 黄童的心狠狠一抽 俺骂道 让黑灵来娶 拿的就不单是老子的乾坤带了 好 黄童脑中灵光一闪 一个怪异的计划突然声出 大鹤一声道 算了 我黄童今天忍灾 这是乾坤带 他真的把乾坤带拿了出来 说道 天杀帮后殿就是孤身法体存放之处 禁止是我亲手布下 以黑灵郡主的实力 想要破解应该不难吧 黄童扫了一眼左清汉 眼中满是忌惮和恨意 陆尘嘴角一撇 道 扔过来 黄童无奈 只能照做 先行切断与乾坤带的联系 手下威仪韵力 将乾坤带抛了出去 陆尘结果 神石一扫 顿石一惊 嘲笑道 天杀帮主 果然名不虚传 四百年收敛灵精 达到了近五亿之多 你杀人的真不少啊 五亿 王八蛋 这个杂碎 不杀他 真是便宜他了 周围的修士文言 顿石骚乱了起来 指着黄童破口大骂 五亿是什么概念 在方君塔这个地方 中品灵精是主要的货币 下品根本买不到什么 这五亿都是中品灵精 足够买下一个灵气浓道堪比 地级星的修真星了 这还不算 陆尘所说的 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 里面难保没有大量的法宝 甚至上品 极品灵精的存在 统计下来 就是五宗三族都不敢小视 这笔丰厚的财富 众人皆知 此时此刻 黄童的心都在滴血 近五亿的财富 让人自立门户 光是那些法宝都能请到 一大批杜杰奇高手 辅佐自己另辟宗门了 这四百年之约 黄童时刻珍惜一分一秒的敛财 是他心血的凝聚 愤恨的咬了咬牙 黄童凝视着陆尘 问道 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当然 陆尘微微一笑道 还请黄兄记得之前的承诺 此事到此为止才好 危险吗 黄童心下冷笑 等我出去见了叔父 你们谁也别想走 拿我的 都给我吐回来 心里愿赌的想着 黄童没敢表现出来 而是点点头道 放心 黄某说话 顶然算话 那黄兄就请便吧 陆尘站起 让开了一条通道 摆手做了个请的姿势 黄童欲起太周剑 坐在上面 满是恨意的瞪了陆尘一眼 便朝着入口的方向飞去 突然 在经过陆尘身边的时候 一股凌厉的杀气 从黄童身上攀升了起来 左倾汉见状不由一惊 黄童 你敢 哈哈哈哈 刷的一声 狂笑声响起的片刻 黄童的速度陡然飙升 从半空直挺挺的 落在了陆尘的身边 太周剧剑狠狠刺向陆尘的后脑 而其一只大手 分明朝着那乾坤带抓去 以黄童的想法 先杀了陆尘 再拿着乾坤带逃走 有太周剑甲护体 便是左倾汉 都不能在短暂的时间内 杀掉自己 只要出了方君塔 别说是黑灵郡主 就算是杜杰七高手来了 也不敢在这种地方动手 一开始 黄童就抱了这个想法 然而 他的想法虽好 但他还是低估了陆尘 或者说 他一直没有在意到 陆尘那隐藏在平淡笑容下的阴冷杀意 巨剑划出一道土黄色的 风锐的剑光 直刺而来 突然间 一股莫大的阻力 在陆尘的身后出现 浓烈的火甲 不知何时膨胀到体外 短暂的影响了剑光的攻势 就在这关键时刻 陆尘的身形突然横向移开 速度之快 以达瞬移的境界 与此同时 一张骷髅脸出现在黄童身边 嘿嘿嘿嘿 好鬼 那张骷髅脸还带着些许金光 只差一寸就贴在了黄童的大脸上 黄童不是没见过鬼宗的金葵 就在这种情况下 金修出现的又极其突兀 离着又这么近 是个人都会吓出一身冷汗 何况能在百倍重力下 还能以如此鬼魅方式出现的金葵呢 鬼啊 冷不丁的一声惊悚 吓得黄童妈呀一声 跳到了一旁 白虎白号抓准时机 先一步掠至黄童身边 妖元琥珀二话不说的 便是劈了出去 砰 惨白的刀芒劈滑在堪比极品法宝的泰州剑甲上 火花蹦射 泰州剑甲防御力惊人 倒是没有多大的损伤 可白虎早有所料的使出了案件 法力源源不断灌输在妖元琥珀上 声猛的进到镇的黄童五内翻腾鲜血狂喷 不断暴退 另一方面 青龙金修同时袭上 鬼黄刀带着撕裂空间的进风 铺天盖地的铺来 将黄童从头到脚 所有的去路一律的封死在原地 遭受连连暴击 黄童鲜血狂喷不止 刚要反击却是被振振刺耳的魔音 扰乱了心神 神识一时间失守 又是一通狂风暴雨般的劈打 饶是泰州剑甲威力惊人 还是不由的光芒咒消 气势渐退 给我滚开 黄童积压许久的怒火 全数迸发出来 只见他拼着挨上千刀不倒 手中泰州剑划出一道剑轮 硬生生的站起 将三大高手击退 从地上跳了起来 鲁臣 我跟你拼 话还没说完 众人却见 一柄重锤在天空中 放射出巨大的锤影 天塌一般压了下来 好空重锤沉落头顶 直接击中了泰州剑甲 凝出的头盔上 发出震耳欲聋般 如鼓中明冻似的轰鸣之声 这一锤 让黄童顿时金星四茂 神魂动荡不堪 其人更是从刚刚跳起 逾越高空的位置 像炮弹一样 再次落回地底 砰 烟尘四起 地下 一个人形大坑 足达十数米之身 哼 早知道你不会这么老实 路臣费力的甩了甩 好空锤 两条臂膀承受的距离 让他无法拿稳 直接收了回去 周遭修饰健壮 不由叫了声好 大胆解气 左青汉本以为路臣放过黄童 黄童会老老实实的回去 没想到 他居然居心叵测 到这个时候 还想置人于死地 心中怒火不由攀掌了起来 话不多说 直接杀戮地底 黑魔铃鱼 纷飞四射 一阵轰鸣之后 左青汉提着黄童飞射而出 将其狠狠地摔在地表 黄童狂咳了几口鲜血 知自己逃不了了 怒急返笑道 你们杀不了我的 有太洲剑甲 我只需要将猿鹰藏在剑甲之中 谁也别想杀了我 路臣 黑灵 鬼童 六言 青龙白虎朱雀 还有你们这群不知好歹的东西 我记住你们了 早晚有一天 我黄童要让你们生不如死 怨毒的咒骂 让在场修士无不愤慨 然而黄童说的没错 太洲剑甲 那是黄家法祖误道万载 祭炼而成 防御力惊人不说 更是对一切法咒 都有奇妙的屏蔽作用 黄童的肉身可以毁掉 可他的原因 藏在剑甲当中 谁也奈何不了他 白虎愤然地扑上前去 妖元琥珀斩了千多刀 也只能让黄童 多吐几口血而已 妈的 黄童 你杀我大哥 给我滚出来 哼 哼的一声 黄童喷出一口血剑 看着白虎的目光 充满了嘲笑 白虎 你打吧 打我的悦痕 将来报复你的时候 我就越快 王八蛋 陆尘见状 也是不由愤怒至极 白昊 闪开 我来 李鹤一声 陆尘叫停白虎 飞到黄童的头顶 双手如飞蝶玄武 结出印绝无束 顷刻间 整片方军塔的天空雷鸣大作 一道道赤黄色的光芒 在云层中隐隐浮现而出 仿佛火烧云一般 周围的温度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飞快提升 这是 青龙身怀闭烟寒气 对火有强烈的神识触觉 但见乌云后方凝聚出来的火云 脸色马上变得铁青起来 白昊 鬼童六眼纷纷色变 身形暴腿 余下修士 虽然不解陆尘要干什么 但也发现了此地空间隐约 有着惊天动地的变化 左倾汉小脸一饿 玄界泛出精彩的神情 上古仙术 哥哥什么时候掌握了这么强大的仙术了 不好 正想着 左倾汉看到暴露在火云下方的猪雀 想都不想便掠了过去 一把暴起猪雀逃得老远 众修士眨眼间逃了个一干二净 只留下陆尘和黄童 在那里互相对峙 浓密的火浪在体表上翻滚 那九条火龙 刹那间变成比神龙本体还要庞大的龙区 惊人的咆哮声连连响起 一条条火龙不顾一切地冲上高空 将云层破开两半 低沉 压抑 恐怖的空间中 一条火柱携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 从九霄云外怒笑而来 火柱倾斜 粗如龙区 每一条火柱都蕴藏着磅礴的火能 三阳烈火 九阳真火 九阳天火 皆在火柱中攀升 凝结 太周见假 鹿尘眼中泛起一丝不懈的笑意 指尖处便是一点赤红在灵巧的跃动 老子今天就毁了你的本命法宝 毁了剑甲 我倒要瞧瞧 你皇家能奈我何 焚黄灭世印 低沉一吼 鹿尘急止连点 指尖的赤红在强劲的法力指引之下 带动的通天的火柱轰隆隆砸去 跑 那火柱将黄铜整个人盖住 太周见假发出咔嚓一声脆响 翩翩蹦裂开来 火能注入到见假之下 外层顿时游离出一层浅浅的液态金属金叶 太周见假 融化了 看到这一幕的修士们 纷纷倒抽了一口凉气 那可是一整套的上品灵气 融合起来分明就是极品灵气 居然被陆尘的火给融化了 那是什么火呀 九阳天火 九阳天火有这么厉害吗 变态呀 滴滴的议论声 在赤红火柱的磅礴威势之下 云云响起 但在此时 却是显得既落而有压抑 上古仙术 左青汉满心激动 隐藏在披风下的玉手 不自然地颤抖了起来 居然是上古仙术 这般仙术不比大魔吞天皱弱了 哥哥好厉害呀 众群惊变 正字观望中 紧随着那一根火柱袭来之后 陆尘又是法力狂勇 玄机 众人便是看见 那破天的云层中 一根又一根的火柱轰鸣而来 还有 还有 左青汉一双秀木 紧紧地停顿在陆尘身上 四周火焰的气息 随着降下的火柱不断上升 似乎没有界限 数十名修士 早就退到了铁林的边缘 远离天火降下的 是非之地 天沙帮脚下 空荡荡的 没有半个人影 陆尘掐指成印 助力在半空中 黑煞星火顺着体脉 远远涌出 手上的印诀 更是以眼花缭乱的速度 进行着奇快的变化 每一式印诀 便是一根火柱 从天而降 大地被烈火焚烧得一片焦黑 方圆树里 皆是被黑色的火焰笼罩起来 一道道杀猪般的嚎叫声 磁心裂肺的响个不停 周围修士听闻 无不惊心动魄 汗毛倒数 太可怕了 这种火已经达到了九阳天火的地步 陆尘施展的究竟是什么变态的宪法呀 引动天火降临 泰州剑甲也防不住啊 黄童也够倒霉的 怎么会惹上陆尘这个煞星 青龙 白昊 朱雀 鬼童六眼 五人皆是用着难以置信的目光 看着眼前的天火 当几人面面相去后 同时在心中涌现出一个 连自己都不想相信的词汇 上古仙术 五人虽然没有见过上古仙术的可怕 但自宗门中的长辈 师尊口中自然听说过上古仙术的存在 那是领悟了大道治理 方才感悟出的道法 三千大道 每一种都是极其恐怖的存在 陆尘怎么会上古仙术 玄武 青龙目光微定 心中翻起了滔天举浪 玄武一组 终于出了一个天才 砲 终于 在一声惊天轰鸣之后 破开的云层翻涌着关闭了起来 将赤红色的天火阻隔在九天之外 天火虽停 但大地已经陷入了滔天的火海当中 空中的陆尘发挥出超出自身数倍的实力 终于 精疲力尽地摔落下来 左倾汉眼疾手快 见陆尘从空中落下 纵身飞过去 将其接下 二话不说 取出几枚丹药 送给陆尘服了下去 心中满是担心的 哥哥 怎么样了